读美国热点话题 借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街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国家飓风中心27日晚上8点发布的最新消息称 飓风伊恩外围已抵达佛罗里达岛礁 给该地带来持续强风 风速可达每小时43英里 佛罗里达岛礁马拉松国际机场的阵风则高达每小时52英里 总统拜登27日晚上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通话 讨论联邦政府援助佛州应对飓风伊恩风险的措施 双方承诺会继续就灾害防护密切协调 当日早些时候 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尚未与拜登通话 但这位佛州共和党人罕见地对拜登批准佛州进入紧急状态表示赞赏 德桑蒂斯表示 如果拜登有兴趣了解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行动 我很乐意向总统介绍情况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27日宣布 他将支持一项选举立法 防止有人推翻经过认证的总统选举结果 避免2021年1月6日的国会暴乱事件重演 麦康奈尔的表态将增加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几率 并使他与之前总统特朗普产生尖锐的分歧 特朗普呼吁共和党参议员否决该法案 拜登27日宣布将美国2023预算年度的难民接收人数上限维持在12.5万人 此前倡导者不断施压当局 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数上限 并采取更多措施 恢复美国难民接收项目的运作 这已持续40多年的项目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受大幅削减 接收人数一度降至1.5万人的历史最低水平 拜登政府27日宣布 联邦医疗保险又称红兰卡币部分保费 将在2023年下调3% 即5.20美元 从每个月的170.10美元降至164.90美元 这是十多年来该项目收费首次降低 此举凸显民主党为保护和加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 并为老年人降低医保成本所做的努力 纽约市长亚当斯在27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言论 引发了网民的不满 亚当斯表示 比之纽约 坎萨斯没有自己的亮点 人们都能明白纽约意味着什么 对此推特网民称 我来自坎萨斯州 也去过纽约州多次 我在这两个地方和来自这两个地方的人们身上都发现了美 可惜纽约的民选领导人不能说同样的话 还有人表示 我在坎萨斯住过几年 那里有安全的街道 良好的社区 以及更关注实质而非亮点的政客们 这是坎萨斯的特别之处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萨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